澳洲政府也很热心的送了20万颗的绿钉 还有5000个水桶 为什么要这样送呢 主要是这个有量的问题 一个水桶呢要放三颗绿钉 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作业 由红十字会呢送往了各个灾区 那么其中灾情惨重的 像是屏东县收到了12万颗 像是万丹香平常都在饮用地下水 乡公所立刻把绿钉收到了灾民手中 不过大家都没看过 今天到处议论纷纷 那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哦 那这个里面一道三颗 一手里面一道三颗 才有使用 乡公所人员将绿钉分送给湾内村民 并且教村民如何使用 看到绿钉在水中起了变化 村民议论纷纷 所以地下水一关 它是在公路上 因为都在地下水上差不多 阿湯差不多了 所以在水上还要再轻 平日饮用地下水的万丹香民 因为这次水灾水有杂质 香民不敢再喝地下水 这些消毒绿钉就像刚旱后的一场雨 来得及时 还有一个公园 还有人在游泳的 我们现在很放心的 之前没有的 黑的刷子我们就在乘来吃 不然水没必要 我们希望是有效 有效对我传统都帮助 这些绿钉是澳洲政府捐赠的二十万颗绿钉 集五千个水桶由红十字会送往灾区 其中配送灾情惨重的屏东十二万颗绿钉 昨天询问之后他们是说他们有那个消防车会去运水 林边说他们就是基本上居民不会需要这么复杂的这种使用器具 他们就是觉得有现成的矿泉水 林边家东乡拒绝律钉帮忙 因为对乡民而言当务之急是清理家园 而其他的律钉会继续送到需要的灾民手中 中天新闻张冲谎岳方 评论报道